嗨,今天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在老家的市场 在山里面空气真的超级好 花袖子都戴上了 就是附近的山上全部种的都是启程 这一栋是今年才建好的 专门就是为了打包橙子 这个是今天早上摘的,全部都是新鲜的 早上摘一般都是中午晚上发货 然后这个房间里面就是打单子 打一些快递单的地方 还有一些营业执照什么的 正式种植是08年 13年的时候才申请的营业执照 这边全部都是打包盒 超级多,超级无敌的多 另外一个小房间里面还有很多打包盒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个是前几年就建好的 最开始以前的时候就是在这里面打包发货 现在全部都是进行当做了一个仓库 哇超级无敌多 满满当当一屋子的 这个三轮车就是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运速工具 橙子摘在路边 扛到路边 然后再用这个三轮车拉到这个 拉到这里来打包 现在我们去摘柚子 因为柚子快要掉了 所以把它全都摘下来 这边也是橙子 这是少量的 那边有很多很多 然后那边还有很多很多 每天的日常要喂喂鸡 然后他们自己也会在那个山上去找一些虫子来吃 感觉这就是乡村田园生活 农村都是这样 这个就是小菜园 嗯 这还有一个池塘里面养的有很多鱼 没事的时候就钓一条上来煮着吃 那么快 感觉只有十秒钟居然都上来了 我们去这柚子 超级多 哇这里好大哦 切得好好哦 这个柚子切得好好哦 它已经熟透了 切得碰到掉了 这个柚子切得碰到掉了 这柚子切得碰到掉了 那一头就在那里 不要放在那里 撿到花 哈哈哈哈 哎呀 那里是这老花 那里是女儿都要加起来 打开 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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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很大 拿个灯烫拿回去吃 这个灯烫是十八 我自己已经溜掉了 很厚的 它一捧就掉 好香啊 骰操了 还过见 死人会 被骑吧 学生 从这 Idaho买火 帮我这 pen卦 用来是